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国动力电池企业中排第四 即在中国第三方动力电池企业中排第二 公司的收入主要分为两类 动力电池销售和储能系统产品的销售 动力电池产品方面 公司的设计 研发 制造和销售 主要应用于新能源车领域的动力电池的电芯 电池模组和电池包 储能系统产品方面 公司也设计 研发 制造和销售 储能系统产品 可用于发电站 电网企业 数据中心及基站 看看招股数财务部分 到19年 20年及21年 12月31日指年度 公司分别实现收益是17.3亿元 28.3亿元 及68.2亿元 19及20年度公司亏损 但2021年开始盈利1.15亿元 公司的总收益上升 主要是因为公司的销量增加 销量增加的主要来源是 市场对公司动力电池的需求上升 以及储能系统产品需求上升所致 动力电池21年实现收入为60.7亿元 同比上升1.43倍 主要是由于新能源汽车行业高速发展 市场对公司的动力电池需求上升 储能系统21年实现收入为4.6亿元 同比增加87% 主要是由于电力系统改革 和新能源电力建设市场高速发展 市场对公司的储能系统的需求大幅上升 假设发售价是每股44.5港元 公司预计将收到所得款顺金额是115亿港元 其中80%用于博富公司于成都一期的项目 武汉二期项目 合肥第一第二期项目 广东江门一期项目 及四川梅山项目的电池及储能系统生产设施建设 其中10%用于先进技术研发 另外10%用于营运资金及一般公司用途 新股部门给中创新行3931四颗新评级 公司为中国投雇的动力电池及储能系统的企业 我们认为公司具备现进的研发能力 产品以及规模化的生产营运能力的优势 可以满足新能源车对动力电池的严格要求和持续需求 公司对磷酸铁锂和三元电池都有布局 可以随时轻易地按照市场需求调整磷酸铁锂和三元电池的比例 公司打算在成都、武汉、合肥、广东江门、四川梅山动力电池项目 我们相信公司将会因此得到动力电池的大量产能 未来随着电动车的渗透率上升 我们预期公司的出货量也会同步上升 我们建议认购策略为保证金融质认购 本人为证签会持牌人士 以上内容纯粹个人意见 不构成买卖的邀约 谢谢 艰难新谷持续走热 听说惠丽有专属打新账户 你开户了吗 现在我们有呈现提供我们的网上开户系统 你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登入我们的官方网站 简单几个步骤就可以完成开户了 首先填写自己的相关资料 提供相关的证明 还有审查一定的风险 还有我们最后经过一定的审查 你就可以完成开户的步骤了 那最后我们还有38元的号参 提供给打新的专属客户们 然后你可以在5万元里内 然后就可以有享受我们的免息等等 那对大任新谷同时有9成95成 也都有提供 加入规律广上开户 就可以进行我们的新谷打率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